老字號的餐廳其實也要求新求變 有不少餐飲集團 他們就會創立一個新的副品牌 來做市場區隔 像是這個老字號的台菜 看到是新業 他們為了搶供年輕人的客群 除了新的餐廳本來就是做台菜以外 另外還增加了一些西式的輕食 希望能夠讓整體的營收再上一層樓 三杯豬腳 唐辛溫泉蛋還有超大碗沙拉 這些菜色很難和台菜連在一起 這是老字號台菜推出的新品牌餐廳 將主攻年輕人客群 不用考量到就是說 家長可能都一定要吃盤菜 那我們年輕人想要吃 比較像輕食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樣就可以搭配 其實我覺得很好 從它整個進來的裝潢 然後跟菜色 其實跟之前以往所吃的台菜 其實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積極搶下年輕外食族市場 因為研究發現全台灣每天晚餐 外食的人口超過270萬人 其中又以18到29歲年輕人占大多數 雪花牛肉 建議算7到8下 8分熟 想搶下這塊大餅的 還有這一家餐飲龍頭集團 原本主打頂級肉食 現在增加中低價位餐廳 就是要讓年輕人也吃得起 王秉集團旗下新增蔬食餐廳 還有平價鐵板燒 現在就佔了整體營收的40% 還有像是本土素食店 頂呱呱 今年底也開設日式居酒屋 成功吸引不同客群 而新夜過去主打台菜 也在推出日式料理後 整體業績提升了10%到12% 那我們希望這個店 它能夠在40歲以下 替我們創造一個 接觸40歲以下消費者的機會 餐廳上面裝紅 我們也作為主題是家的設計 那服務人員 我們也特地去呈現 它的年輕跟輕鬆感 餐廳拼轉型 就是要讓老店注入新鞋 永續經營 三列新聞從沒聽心 看不到